那这个太极拳练到最后 我们讲它首先能够强身健体 其次能够修身养性 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 是练好太极拳 太极拳练好了 提升你的生命境界 那么现代社会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的发展 带来了我们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 大家的精神啊心理啊 各方面丢失的也很多 越来越迷失 越来越找不到自我 太极拳的一个核心的作用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我 我们每个人 大多数人 这个都一辈子都在不断的 我要获得这个获得那个获得那个 实际上大家觉得他要获得的很多 其实不然 一个人一辈子面临的选择 他要丢弃什么东西更多 李小龙说倒空你的杯子方能再兴助满 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练太极拳就让你放下包袱 放下 放下便自如 你放下东西 就是为什么太极拳要练空啊 空就是让我们人从婴儿时期以后 不断的他是加了各种各样的负担 我们要把这些负担放下 放下以后 他才能够获得你自己清醒的一个自我认识 那么太极拳练就教会你一种取舍之道 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有一部电影 混蛋打成废人就行了 这个例子就是你 你如果获得的越多 你是旁之莫及 你没有把他抓住他的本质的东西 越本质的东西越简单的 所谓大道质简 著名的太极拳家杨宇廷先生 他练拳 他叫做减法练拳 这个就是舍 这个为什么要减法 你不是拳练的越来越多 是要越来越少 这个无视太极拳里边有九十多个动作 他教弟子的时候 一共有几百动 先让你掌握几百动 然后让你练 你还记得多少动啊 弟子说 我只记了九十多动了 杨宇廷说这个还不行 再练 练到最后还记多少动啊 我记了十几动了 杨宇廷说还不行 再练 他说拳到最后只有两动 就是一阴一阳 就有两动 当然到最后了 练的就没有了 就是合二为一了 所以太极拳论里边讲 有这个大圈啊 练小圈 小圈练无圈 最后就没有了 就是达到一种 非常的动态平衡的 这种均衡的状态 进入到那个状态 你完全可以体验到 你自身呢 就是轻无一物 这种感觉 这气在周流全身 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一个 实实在在的 活活生生的一个 生命的一种个体 这是你在日常 忙忙碌碌 嘈嘈杂杂的这种 那社会当中 你感受不到的 只有在静下来 所谓的静 就定了 定而生慧 这是一种 体察生命的大智慧 这个我始终认为啊 就关于健康的智慧 是人的最大的智慧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